接孩子啊 小小伯 终于找到你了 你谁啊 你有病嘛 我说不 你就问他谁 我问谁啊 我问 那是因为你 你晓得不 你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玩鸟子死 关我什么事 晓晓 你这个人真的无理取了哈 无理取了 你对他动着动着了什么 什么意思啊 这个手没有问题 啊 你就和好搞在一起 我什么跟他搞在一起 你说话这些 你注意点分寸好不好 干嘛擦我菜啊 我叫菜着什么 我吃 说清楚 我要怎么跟你说清楚 我给你打电话不接 发消息不回 结果你就是和好在一起 我为什么还要接你的电话 回你的消息 你和好不接呢 我们分手了吗 你当初你跟我说的是 分开一个星期冷静对吧 对哦 好 你第二天 你要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了 在一起了 你看到了吗 你们不是去开了吗 开房 你看到我和好在床上了吗 你拍到了吗 你老出来卡上你怎么会拍的 你看 他是你前女友是吧 对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 那个好什么 说什么 那个前女友 我跟你说今天我们杀干什么事情说清楚 你想怎么说清楚 你还要对他动手是吧 我看到了你给我拍的视频 你们就那么暧昧是不是 我们的事情都还没解就清楚 我们什么时候暧昧了 我们只是以朋友的身份相处 朋友 那我来我算什么 你算什么 你之前怎么对我的对吧 我对你那么好 你 你转头你又跟第二天又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了 吵架怎么正常 吵架正常 你跟我说分开冷静 你也是主动去跟别的男人勾搭在一起了对吧 你不要再说我和别的男人了 你没得证据的 算了我不想给你两个吃 小小有没有受伤 他有心疼吗 没事 我心疼他怎么了 我不该心疼他吗 你平白无故你就给他动手 人家惹你了吗 今天说清楚必须把事情说清楚 我不可能让你 你走开一点 你别在这里 再想对他动手 等一下 我去把事情给他说清楚 你收拾一下 去吧 过来 说吧 你今天过来 到底想怎么样 我只想说清楚 说清楚说什么清楚 你说清楚就是这样动手动脚的是吧 这么对他 没有哦 你说的那些事情真的没有 我是想找你好好的说 你今天让我看到的不是好好的说 你是直接对没有相关的人动手 那你跟我说你和我拍的视频是真的还是教的 视频都是真的 对了 我跟他两个相差十天 朋友介绍 我跟他女儿同一天生日也都是真的 那你意思就是围绕他放弃我吗 我跟他两个没有在一起 我们只是在相处的阶段 我们只是把彼此当成朋友 那我们真的不可能了吗 还有什么可能 你当初你那么依然绝然的就是跟那个男的在一起对吧 我男的在一起不一定就是要干好事哦 那倒就不能真的真的真的朋友嘛 那你自己真的就没有了存地的友谊吗 你觉得 存地友谊是吧 存地友谊就是在一个酒店里面开同一个房间 然后还是豪华 可能是吃小鱼了 还是豪华大床房 多床房 那又可能就是我们吃完小鱼头就走了 走了 那当我们不能找一个真正的朋友他行吗 当天晚上我叫你下来 你不下来 好你第二天 我在那你熟了一夜 你第二天和他两个有说有效的下来 你这个东西 算了我不想跟你两个扯了 还有当初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我都承诺了你对吧 也不是说承诺 我说我们俩在一起共同的目标对吧 这两年我们努力把房子车子 重新再换一换 你也知道我是在创业 没有 赚钱本来这两年就不容易 你自己想要好的生活 吃好玩好 我也在尽力的满足你 那我又跟你说了 我可以再问你什么玩了 他可以吗 先不说孩子这个问题吧 这是个人品行的问题 你这个事情是个人品行的问题 我没有办法跟你两个 交流过他 反正你想怎么弄 你不要再再来找小小的麻烦 你别对他动手动脚 最后我再奉献你遇见 成油节俭 败油舌 你们都是农村的 人和人之间没有办法去比较 我比他好看哦 好看有什么用 颜值这种东西 总有一天会年老色衰 人品才是最重要的 你和他没有办法去比 他比你温柔善良 善解人意 而且他比你小两岁 我可以改哦 你改不了的 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 你能不能改 我给给给你无数次机会 算了吧 你 别再来找我了 也别再来找小小的麻烦 上一次你打电话借钱 我就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以后我们也别再联系了 就这样吧 小小小小小小 你怎么不等我一下 赶着去见孩子 对不起刚才我不知道 他会突然的冒出来 而且把你推倒了 你又没有受伤了 刚才 我看你这衣服这些都弄丝了 去换一下吧回家 是就是了呗 等下我去见孩子来不及了 他平时干活 不是也是吗 也也弄脏吗 没关系 可是这个是因为我的原因 你看 你看 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你也不至于说被他推倒啊那些 你说我是不是很差呀 我连这种问题我都处理不好 你也别想太多 就是可能这是他的个性吧 性格问题吧 毕竟咱们还是接触了一个多月了 是吧 你平时生活中你还是很贴心很细心的 就包括你对工作认真负责任 这些都是你身上好的一个点 知道吧 很好的优点嘛 但是人嘛他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 对吧 只能说可能在感情这一方面 你经验不是特别足嘛 然后可能处理这一方面的事情 处理的不够好 但是也没事吧 就是 感情这个东西它就是这样的 你就当一个坎 迈过去了就好了 不要想太多 谢谢你啊小小 谢谢你能理解我 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吗 对吧 因为 性格如此嘛 就我生气 就是说他把我菜给我采饭了 知道吧 但是 辛辛苦苦重的嘛 然后我想给别人拿去 结果 被他给采饭了 对不起 那要不咱们 去 你是给别人送过去的是吧 对啊 咱们 去买一点 然后给他们送出去好吗 但是我自己种的 你买的能一样吗 也是啊 那你现在 准备去下山了吗 对啊 去接孩子 再不去都已经晚了 对他这么一闹 本来我时间算得好好的 可是你的衣服弄死了 回去换了吗 待会感冒了 接了孩子我再回去换 那 那我和你一起嘛 好 小小 怎么了 谢谢你 谢谢你能理解我 怎么了 别撒乱了 快点 等下赶快就上时间了 好 我把你自藏 我把你自藏 不让人分散 不让人分散 也许他无事再放 我把你自藏